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今天繼續跟大家玩不同的手機遊戲 今天玩的手機遊戲就是永恆守護 一看就知道我很喜歡玩這個手機遊戲 看到嗎?看我多期待 究竟發生什麼事? 平時玩的這種類型的手機遊戲 通常都是橫平 這次玩的永恆守護都很特別 首先第一件事是橫平 而且這個遊戲特別適合喜歡玩掛機類型的玩家 去玩的一款手機遊戲 我也經過一天的努力 終於升到153層 其實這個遊戲剛剛才開復 有很多不同的開復活動 現在就介紹幾個開復活動告訴大家 首先連續登陸7天的話 就有不同的獲得 如果7天都完全上載 就可以獲得這個紅色品質的神兵武器 之前第三、第四天還有一些座騎和空甲 你可以獲得 大家一開始有兩個職業可以選擇 分別是劍術師和魔法師 劍術師和魔法師 分別都有兩個造型可以讓你選擇 一個是破曉旗色 第二個是星輝騎士 我不肯定是否兩邊的造型 也有機會是兩個不同的陣容 所以我現在正在玩劍術師的星輝騎士 這個遊戲一開始的玩法 最主要是左下角鍵面有一個手指 指於挑戰BOSS 當你殺了一些怪 去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挑戰小BOSS 當打死小BOSS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些額外的報酬 例如經驗加成 以及一大多的經驗值 當我們完成任務的時候 他也會自動帶你去打第二個任務 這本也是一個超級無敵 適合放置Play的手機遊戲 剛剛8點20分 就有個玩法預告 聯盟守衛戰開啟 守衛聯盟消滅敵人 聯盟守衛戰 一個星期會開放3天 246都會開放的 8點4至8點7 就是跟你工會的人 一起抵擋這個怪物的進攻 我們立即進入這個活動 現在就加入了一個工會 但我不肯定這個工會 裡面有多少個人打落 這個工會裡面都有20幾30個 那就試一試這個活動難不難打 因為這個遊戲也是剛剛才推出 所以這個活動我也是第一次打 希望不要太累了 到最後我們的聯盟 是有3個人進來一起幫忙參加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 總共要守18球 排名獎項有說 如果排第幾的話 就會有什麼獎勵 第一位就有2.51億的經驗值 排2至3就是2.26億 對於我們不斷升等級 這個活動的經驗值也挺多 但是就這樣看 只有我們2個人去守的話 有點吃力 雖然我就這樣看 我也不會輸 但我們打垮的效率 也挺慢 我會建議大家的聯盟 是比較多人上線 而且氣氛會比較穿弱 那種聯盟會比較好 如果不像我現在的狀況 整個聯盟 最後只有2個人去打一個活動 也挺吃底下的 這個活動我就這樣看 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了 還有就這樣打 即是打到明年都還沒打完 所以我們留待下次更多人的時候 再打入這個活動 現在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這個遊戲有什麼玩 現在進入聯盟的介面 它裡面有一個系統 挺好笑的 就是這個倉庫 如果我們有些裝備 不想要 你又不想埋了它 那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在這個倉庫系統 捐贈 捐獻你不想要的裝備 就給聯盟 現在就把一大堆裝備捐了 看看有沒有人會用到 捐了裝備的時候 還會獲得這個積分 然後我還可以用我剛才回來的積分 在這裡換一些很適合的裝備 可能這個活動很適合的 我只可以用剛才捐獻回來的積分 就換這件裝備回來 超棒 所以有時候你的裝備 不能拆掉 只要聯盟裡面 有些人很carry 人家也可以幫到你 所以我要再一次重新強調 當然比較好的聯盟是相當重要 如果聯盟裡面 全部都是很carry的人 全部都是高手的話 我相信你會在這個倉庫裡面 收拾不少漂亮的裝備 現在我除了平時打怪 打小Boss 以及剛剛參加聯盟的活動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日常這裡都有不少任務 都是可以做的 你看到有些賞金的任務 政技場 守護魔靈 打這個世界Boss 甚至這些裝備強快 大家平時有空會去工作 都可以開著這個遊戲去掛機 現在有一個超簡單 超級無敵簡單的任務 就帶大家去看看 就是這個護送女神 進來這個介面上面 有四個女神給你選擇 例如我們現在試試護送太陽的女神 然後這個任務 只要你等一分鐘 你就可以護送女神 然後這個任務就完成了 你也可以獲得一大堆經驗值 這個任務是相當簡單的 所以這款遊戲我真的會覺得很適合上班人士玩 是超級適合的一款手機遊戲 這裡還有一個市場系統 如果你有一些你想要的裝備 其實都可以在這個市場系統裡找到 即是不用你每次打這個世界Boss 拆裝拆得這麼辛苦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打一些裝備回來 都要去Boss的大廳 然後選擇現在我對應到的Boss 現在我154L都可以打到165L的一隻Boss 175L就沒試過 不如挑戰一下吧 但是這個175L的Boss 我都應該是夠打的 這些大人Boss 其實他們每一隻都有99行血 所以在大的Boss的時候 會花多一點時間才可以打死他們 除非你本身的戰鬥力很高 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打一隻比較厲害的Boss 我想逛一兩分鐘左右 就應該差不多了 而且這款遊戲也有些裝扮 我現在用的裝扮 就是一開始大家都會用到的裝扮 但我看到一些比較特色的東西 例如這些 永裝派對 萬聖節之夜 冬日暖哥 已經完全將自己打扮到 不是一個聖騎士 我相信這些裝扮 應該會對應相對的節日 到時才會推出 還有大家看到後面那一隻翼 後面那一隻翼 當你轉身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會解鎖到 那些翼其實都蠻型的 我相信有部份的翼 都會因應你某些節日才會拿到的 你看到那些翼都會幫你的角色加戰鬥力 所以那些翼我相信是相當重要的 當你打到滿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找朋友一起組隊去升級 到時候你打一些世界Boss 或者打其他東西的時候 都有朋友一起陪你打 還有最後我想說的 就是這款遊戲 就算你不開這隻遊戲 都可以升級的 因為它有一個道具 離線掛機卡 只要你用了離線掛機卡 每用一張 就獲得5個小時的離線掛機時間 所以你選擇一個漂亮的掛機地點 然後關掉一隻遊戲 等它掛機就可以了 所以這款手機遊戲 很適合放置Play的玩家去玩 如果大家有興趣玩這款手機遊戲的話 記得看看下面簡介的位置 下面簡介的位置 加個連結給你下載這款手機遊戲 還有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有什麼想的就記得下面留言 最重要是記得訂閱我 當然今天也拍到那麼多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